我們來看這個 立體三 立體三他說 這個椭圓 4分之a是平方的 加1分之y平方 a分之y b分之y 上他有任意動點p 這同言的話 這是這樣子 上有任意動點p 如果呢 a是30 因為這裡是2 所以3大概在這裡 v是02 這是1 所以這裡大概是2 他說三角形 vp b 他的最大面積及此時p點做標 好我們看 就是說這是a b b p 他問說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最大 當然最大不會在這邊 應該在這裡 這裡的時候最大 好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呢 這個三角形他有最大面積 就是說這一點 這個距離最大的時候 因為是底嘛 他乘高 對吧 當這一點的話 距離這個是最大的時候的話 那就是高 那就是這個三角形 底乘高 除以2 對不對 如果這個距離最大的時候 好 那距離最大的話 我們就用剛剛上一題的方法 就是你這條直線嘛 慢慢過來對不對 慢慢過來的話 最後碰到的那一點 就是跟他距離最遠的那一點 最後碰到的那個是切點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做切線 切線呢 他的什麼 他的法項量 要跟這一條的法項量是一樣 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那我就給他呢 首先 首先 這個的方向現在多少 AB AB的方向現在多少 A現在多少 A現在是30 對不對 B的話現在多少 現在是02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AB的話呢 是等到 我就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 是3 對吧 這一點點 所以他的那個法項量 N 我就把他兩個對調 他其中一個交互號 所以是23 是不是 喔 法項量23 所以我現在呢 求什麼 求上面的 求上面每一點那個切線 他的法項要求他23 那應該會有兩個地方 會有兩個地方 好 那我就給他什麼呢 取那個什麼 取偏偏分嘛 這N等多少 N的話呢 是等於那個偏偏分 這是1 2分之1 S0 這偏偏分等於2Y0 這跟什麼平行 跟23平行 是不是 所以就知道 1 2分之1 S0 除以2 這會等於2Y0 除以3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知道 Y0 有多少 可以4分之1 4分之1 S0 所以就知道 Y0 有多少 射得8 8分之3 S0 加上X0 然後我再把它帶到什麼呢 帶到這個方程式 帶到那個腿的方程式裡面去 各位知道 4分之1 s0 平方 加上Y0 平方 Y0的話才行 8分之3 s0 的平方等於1 是不是這樣子 好 讓我把S0 平方抽出來 這4分之1 加上64分之9 等於1 那這多少 64分多少 6 6 除以4 16 這16 加上9 所以25 所以S0 平方等於多少 25分之多少 25分之64 那應該正還戶了 應該是戶的 在這裡 在這裡 比較遠 所以這一點 S0的話 應該是戶的 5分之85 對不對 比較近的這一點是正的 好 有 Vernot型就可以看到 那Y0嗎 Y0的話 就等到 就等這個 戴進去 戶的 8分之3 就是 因為 吶的 8分之 所以5分之3 所以yba2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Y4標示 5分之3 所以 Noah 它在網位 求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你就帶一個公式 平面上三點面積的公式 所以三角形 基尺是它的座標 座標已經找到了 那我們現在看三角形面積 PAB PAB要等到 等二分之一 然後你就逆時間這樣轉一圈就好了 就30 對 再來是02 對嗎 5分之負8 5分之負3 再寫一次 30 這就是它的面積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減這個減這個減這個 所以等到 等於二分之一 這是6 600 5分之二十五 是不是這樣子 5分二十五 所以等於二分之一 兩分底 這個方法不錯 對吧 兩分底 比你帶參數式好 參數式的方法不一定 沒有比這個方法好 現在兩分底 好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利底絲 我們來看利底絲 的舉行中 這個圖 9分之 s平常 加上16分之 y平常 等一 B 這個是A 這是B A 現在是等於 4 4 16 B 現在是3 不過現在是這種 這種 這是4 這是3 2 3 2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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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這個時候的話,我們把Sy寫成參數式 比如說,平克斯可以寫成3cosθ y是等於4sθ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說S乘以y要極大值,本來應該是取決類值 那我們假設在第一向線的時候就不用取決類值 現在的話,他說要求的最大面積 也就是說面積A是兩倍的x 乘以多少呢?兩倍的y 這個要取得它的極大值 所以等於4倍的xy 4倍的乘以3乘以4 那3是4 還有求這個極大值 所以我就給出個2 4的8 3的8 24 3的2寫大 那這什麼時候最大? 這就是等於的時候最大 這大等於多少24 對不對? 當2sθ等於90度的時候有極大值 也就是說 4等於45度的時候有極大值 也就是說4等於45度的時候有極大值 這樣比 就是4等 4等於45度 最大面積24 最大面積24 此時舉行了周長 周長 周長 x就等於3cos 45度 這等到 這等於 根號2分之3 所以周長 y等於4 345度 這等於 根號2分之4 所以周長 周長我們叫c c就等於周長 2x加2y 這乘以2 2x加2y 這乘以2 這等於4倍的x加y 這乘以2 就是根號2分之3 加根號2分之4 你知道 根號2分之74 4乘以4嗎 4x7x28 所以就等於14根號2 周長最大是14根號2 有問題 這樣沒問題吧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橢圓 與直線的關係 橢圓的話 與直線的關係 有三種 就是說 相離 沒有膠質 相離 沒有膠質 然後相離 一個解 盤媒4等於0 一個解 這盤媒4小0 盤媒4的話 這小0 所以我把這個直線 帶到這個方向式來 他盤媒4等於0 小2 這相離是盤媒4等於0 另外一個是相割有2個解 怕沒事的話 怕一點 這樣子 原理 用代術方法 就可以做出來 好 那我們看 這個橢圓切線的求法 橢圓切線的求法 橢圓切線的求法 事實上的話 有三種類型 這三種類型的話 其中一個比較簡單就是說 如果說 如果的話 決定一點已知 通過橢圓上一點的切線是多少 代公司就可以求出來 還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的話 求切線怎麼求 就是你橢圓的話 我現在的話 那個切線的斜率我知道 我知道 直到斜率 那斜率知道以後的話 那麼這切線的話是多少 那斜率已知的話 那切線會有兩條 這裡會有一條 這裡會有一條 那這個有公式 我覺得這個公式的話 把它記起來好 那個拋物線也有這種公式 但是拋物線的公式 就是比較不值得記 為什麼比較不值得記 因為你拋物線的話 直接把它帶進去 用代數方法 代數方法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但是橢圓的話 比較不好帶 而且它橢圓的公式的話 比較有對稱性 為什麼說橢圓的公式 比較有對稱性 首先公式它就只有一個 不論是這個 這樣子或是這樣子 只有一個 那拋物線的話 它會有兩個 這種的話 是一個公式 那這種又是一個公式 不好記 對吧 所以拋物線的話 那個給定斜率 然後要你求它的切線方式 那個我是覺得不值得記 為什麼 因為根據經驗 我們直接算的話 很容易算出來 但是橢圓的話不容易 所以的話 橢圓的話 這個公式 你們最好把它記下來 我就先寫 好 這個桃圓的話 如果是 A平方 或是這樣寫 A分之多少 S平方 加上 B分之Y平方 這如果等於1的話 那協力給定M的話 那它會有兩條 這兩條等多少 這兩條是Y等於MX 加減 跟那多少 A MA平方 再加B 這個呢 是它的那個切線公式 所以 給定斜率的時候 這個每一本參考書都有 好 另外一種的話 另外一種求限定就是說 我現在喔 線外一點 線外一點的話 它通常 也會有兩條 就一定會有 同樣的話 一定會有兩條切線 那這兩條切線的話 怎麼算 這兩條切線的話 你如果把它帶進去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 你令它的判斌式 就是椅子 椅子S0 Y0 線外一點 然後你就假設 這個斜率是M 然後你射完以後 如果帶進去以後 你要解這M的M 你有發現解出來的話 會很複雜 是M四次方的方程式 你令潘培4等於0 會喔 會得到一個四方的 不過你經過簡化以後的話 會得到兩個 會經過簡化 很複雜以後 經過簡化 簡化完以後的話 就變成什麼呢 M的二次方程式 所以會有兩個解 所以的話我就什麼呢 我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 就把那個什麼呢 四次方一直簡化 簡化 簡化變成二次方的 那個方程式的話 我就把它當成公司寫下來 你們可以把它記下來 因為那個公司也很簡單 就是說 那個公司的話 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特徵方程 就是說你把它帶進去以後 令它判斌式等於0的話 會得到這個特徵方程 這個特徵方程的話 什麼呢 是說 這一點如果是s0y0 那特徵方程這個樣子 是s0平方 s0平方 減a 雖然也是很好記 m平方 減掉兩倍的多少 兩倍的m s0y0 交叉項 y0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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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b y0減b 減b 這個的話 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特徵方程 我們在POWER線那邊 也有特徵方程對不對 但是那個特徵方程不值得記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沒有那麼複雜 不會出現四次方的 一下就做出來 但是你這個東西 這種題目的話 你要用帶的 帶進去 怕沒事等於你的話 你會算死 會很長 會很長 所以我就把它弄成 弄成一個這個東西 那不得不得方法 不得不得方法 那我覺得這個值得記 這個公司值得記 因為它都有對稱性 這個東西值得記 好 那如果是千點方程式的時候的話 這個就好 就帶一半一半 好 那這個的話 你不用帶公式 你就用什麼東西 用這種 把它的法項量寫出來 法項量找出來 對不對 法項量就找出來 然後把這一點帶進來 那你就得到什麼東西 得到法項量 法項量的話 有法項量了 那這一點你知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我叫做A 這叫B好了 那就令它是AX 加BY 等於K 然後你再把S0 Y0代入這裡 要滿足這方式 所以K就算出來 是AX0 加BY0 然後你這個方程式 就算出來 原理 就不必帶那個一半一半的公式 這個切線方程式的話 不是說 有這個公式可以帶 A分之 A是0 S 加上B分之 Y0 Y 等於1 對吧 是不是 但是這個是比較好做 萬一的話 它不是這種東西給你的 而是什麼東西給你 而是像這種 像什麼 AS平方 對不對 再加什麼 什麼 2CX R 還有什麼 加什麼 D Y平方 再加E 再加F 那你用這種東西帶的話 就不好做 算出來就不漂亮 這也有公式 是A S0 S 加什麼 這是 這是 加C 這是 2分之C X 加S0 D Y0 Y 這是Y 再加2分之1 Y0 加Y 加S 但是這個也是不好整理 這個不好整理 你用這個方法做會比較好 如果是這麼單純的話 帶這個公式也不錯 如果這麼單純就直接帶 但是這麼複雜的話 你帶這個切線公式的話 你要再經過整理不方便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椭圓上一點的切線 我們來推導這個公式 先來說 第一個 我們要求那個切線 第二個就是說 給第一個切點 然後他切線的話 是怎麼求 我們就可以直接代公式 就是如果 如果 AS平方 加上CY平方 加DX 加EY 加F等於0 那切點是S0 Y0 那麼 他的切線方法是 L等於多少 AS0 S 加CY0 Y 一半一半 加2分之D S0 加X 再加5分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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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加Y0 再加F等於0 再加F等於0 好 那我們來證明 我們用什麼 你用這個證的 用這個方法證 他的法項量 法項量 法項量等到 就等於 RUNFRUNX RUNF等於RUNY 對吧 RUNF RUNF RUNX 這是F 對吧 這是F AX Y 我給他做平方分 AX 你多少呢 這是位分把2掉下來 2AX 再加多少 這個常數 對X平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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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b 這是0 對X平方分 s平方分 再加的話,對Y,位分碼,這是加1 這樣沒問題吧 那這個就是法向量 那法向量的話,我們知道 那法向量的話 所以這個方程數我就可以寫的話 L對方程數我就可以寫 2AS0加上D X 加上多少? 加上2CY0加1 AY 等於K 對吧 那K等於多少? K的話,我就把S0Y0帶進去 滿足的方式 所以K等於多少? K的話呢,是等於 K的話呢,是等於那個 2AS0加D S0 加多少呢? 2CY0加1 AY0 對吧? 好,然後的話 我就把它 把它給 拿過去 拿過去以後 然後呢,通常給它什麼呢? 除以2好了 通常給它除以2的話 看到嗎? 變成 A S0 加2 D X 加2 CY0 加2 EY 2 EY 對嗎? 對嗎? 除以2的話 看到嗎? 除以2以後 變成 A S0 平方 加2 D S0 再加多少? 再加 除以2的話 這是 CY0 平方 加1 Y0 對嗎? 對嗎? 還是2 0 好 那我現在 現在的話呢 我把這裡 這裡補一個什麼呢? 補一個S0 這裡補一個什麼呢? 這是2分之1 補一個Y0 這裡的話 我把它加一個什麼? 我把它 這裡加一個 這裡也加一個 它這樣就減掉了 也就是說 這就是說 把它拉進去 AS0 S 再加多少呢? 2分之 D S加 S0 因為我說 我這裡要補一個 2分之 Ds0 那這裡要補一個 N Ds0 那這裡 就可以消掉了 再加多少呢? 這個 層進來 CY0 Y 再加2分之1 Y 再加Y0 我這裡加了一個 多加了一個 2分之1 Y0 那減掉多少? 等一下我再補進去 這就變成多少? 變成 AS0 平方 加CY0 平方 我剛剛 我這裡多加一個 2Ds0 所以我這裡 也多加一個 2Ds0 就變成 Ds0 再加多少 這裡 這裡 我多加了一個 多加了一個 2分之1 Y0 這裡多加 那我說 這裡也要多加一個 2分之1 這樣才會消掉 所以變成 EY0 等於0 好 那你看 這個就是等於 等於那個 F 你看 S0 Y0 帶進去滿足這個方式 不是啊 所以的話 你把這個移過去 不是F嗎? 所以這一項就等F 這一項就等F了 這一項就等F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所以我就得到 這個方式 AS0 X 加上2分之B S加S0 Y0 加上 CY0 加上 這個把它擺到前面來 擺到前面來 AS0 S 加CY0 Y 再加2分之B 就一半一半這樣子 S0 加2分之1 Y加Y0 Y0 加M Y0 有問題 有問題 但是呢 帶這個公式 不如直接算 直接算的話 會比較快 有問題 什麼時候才帶呢 就是沒有這中間像的時候 這中間像沒有的時候的話 帶比較好便 如果有這中間像的話 你看喔 這裡又有X 這裡又有X0 等一下你是不是還要再把那個X0合併 同類像是不是要合併 你等一下公式帶完以後 你同類像還要再合併啊 是不是 是比較浪費時間 對吧 除非沒有什麼 除非沒有這一項 沒有這一項的話 帶公式呢 也是很方便 但是有中間這一項的話 帶公式不方便 用這個方法比較方便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現在來看看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你這協理是M 就是說 第二種求切線的情況 就是說 我假設這個協理已經解定了 M解定了 那這樣它應該會有兩條什麼呢 兩條切線 那這兩條切線的話 如果呢 如果呢 這個 這坦方式的話 是這樣的形態 Y平方等於E 那這樣的話呢 它的那個切線方式 是Y等於MX 加減根 加減根 A M平方 再加B 有問題 這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證明 這個旗子的話 很囉嗦 很囉嗦 到底旗子呢 不難 我令它是MX 加上B 好了 那我現在要求什麼 我現在要求B 我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就是 A分之 X平方 加多少呢 B分之 1 MX 加上B 平方 那等於E 對吧 然後的話 我就收集嘛 叫A分之1 加上B分之 M平方 S平方 加一次項 一次項的話 這等於B分之1 2MB X 對不對 再加長數項 B分之小B平方 等於B分之1 等於0 等於0 兄弟 好 然後我就呢 拚那個小範圍4 等於0 這小範圍4 這小範圍4 就這樣 小範圍4 小範圍4 喂 欸 你看一下 對對對 對對對 欸 物理數學都有 欸 對對對 沒有 沒有 那個高中啦 啊 國中我也有上 欸 國中我有 啊 國二我也有上 國二的話是禮拜六的 那個 晚上六點 欸 對對對 欸 那個高中也有啊 啊 國中也有啊 不過國中比較少 那個高中比較多 欸 你可以來試聽啦 試聽 我現在的人很少啦 我那國中的話 都只有一個人而已 啊 高中比較多 高中我現在就要上課啦 我那個 高二的數學 我現在有兩個 張中的學生 欸 欸 就是那個 嘉賀日本料理的隔壁 嘉賀日本料理隔壁這棟大樓 欸 欸 欸 對 啊你那小孩子是幾年級 好國中喔 好國中喔 國中的話 我那現在只有那個 一個學生 阿尚裡花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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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也是一個禮拜補一次 對啊 阿都一樣啦 那個跟高中一樣 高中我也是一個禮拜補一次 欸 欸 對 一百年沒三天前 有啦 有夠啦 嘿 有夠啦 哈 啊 啊 人家高中生就有辦法吸收 國中生沒有辦法吸收 啊 啊 國中那麼簡單 嘿 嘿 這樣喔 你的孩子都聰明了啦 他就讓我教到的孩子都聰明了 嘿嘿嘿 對啊 啊 要怎麼說 因為 教案做我的經驗 我教過的孩子都覺得他們很聰明 其實不用三點天啦 兩點天就夠了 嘿嘿嘿嘿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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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對對對 對 對 人家我就是主持人 我就是青菜去掛一家 那個白斑我就在掛 對 我一個小小小小 對對對 理化 理化 國中現在數學 數學我沒有收 數學的話我也不想收 國中的話 國中我現在是收理化 剛剛不是跟你講的嗎 說說收理化 對啊 理化 那個國中理化是一起上的 對 對對對 對 對 我下一個月的那個 稍微單就往後演一個禮拜 對 對 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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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來看 好 那這個的話 你就把它經過整理 你就判沒事 我用小判沒事 判沒事 那這個小判沒事 小得塔 是得到 b分之 小mb 平常 剪掉ac ac a分之1 加上b分之m 我還有加小鞋 小鞋是一次上三個小時 b分之m 等於0 有問題 你就可以把b算出來 b分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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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會碰到四次方針 這個方針的話 這個團的方針是 假設是A分之X平號碼 加上B分之Y平號碼 這等於1 然後你就假設這一條 這一條直線 切線它斜律是m 你就假設它斜律是m m是要被求的 我們要等於它求m 那這樣的話這一條直線就是 Y等於多少m x0 對吧 然後再加上Y0 然後你再把Y帶進去 對不對 然後令呢 令那個Δ 你要得到就是 那個B分之4AC 令Δ等於0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方針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方針 這個方針的話就是 S0平方-A 對吧 然後呢 m平方 那減掉2m 那S0 Y0 那加多少呢 加Y0平方-A 等於0 你就算就算就算 那令它等於0 就會得到這個方針 然後你就解這個方針就好 你把那個方針解出來 m等於多少 解出來 解出來以後的話 解出來以後的話 解出來以後帶回去 帶到這裡 那那個方針就求出來 解出來 令胖沒事等於2 可以坐到這裡不好做哦 這一回合要好 的 itting 碰到m4分之4 但是你可以整理一下m4分之4 fit 這個方針會分析 為什麼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 你直接算的話 太複雜了 你們回去 算算看 好不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立體一 我們要立體一 立體一的話 試球通過 A的話 21 前語椭圓 2s平方 加y平方 等於9 相切的直線方程式 跟它相切的話 你就直接代金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沒有一次方的 沒有一次方的代金就好 2乘以s0 2s 再加y0 1 乘以y 等於9 所以直接代什麼 代那個 講義上的公式就好 所以這4x 4x 加y 減9 等於0 這樣子 沒有問題吧 4x 加y 等於9 可以了 好 再看立體二 立體二的話 就不要代公式了 立體二的話 你就用那個 酬法相當的方法 給它偏微分 A 是43 然後呢 前語圓 相切 s平方 加2y平方 加4x 加4y 減62等於0 好 那你要大概看 看這一點有沒有在上面 有在上面的話 你才能夠用偏微分的方法 代金器的話 的確是在上面 所以你就求它的 法相量 RAWF 你就認證整個 是等於大F SY 然後給它做 K微分 RAWX 等於2x 加4 等於的話 你就把x帶4 42的8 8加4多少 8加4 12 對吧 所以它有法相量 法相量 N 你可以把它處理4 3 4 4 4 所以它那個 所以它那個 那個直線 切線畫面說 就是3x 加4y 等於k 然後再把這一點帶進來 3乘以4 加4乘以3 24 對吧 所以你這就是答案 這是不是比較快 比你帶公司快多了 對吧 比你帶公司快多了 比你帶公司的話 多慢啊 有問題 它在整理 對不對 帶完以後它在整理 太慢了 這個號碼 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方法的話 我保證你 其他地方一定學不到 你們那個 怎麼講 學校學不到 補習班 其他補習班也學不到 我跟你講 他不會跟你講 他不會跟你講這麼高體的東西 我們看 立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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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3的話 它算 是求垂直直線 L 垂直直線 X4 -2y 加3 等於0 就跟這個直線垂直 和椅子 且和椅圓相切 這個椅圓 這椅圓的話 跟它相切 16s平方 加5y平方 等於什麼 等於80 跟它相切的 那個直線方式 那我們看 跟它垂直的 那個斜率多少 這個斜率多少 這斜率呢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2分之1 是不是 這斜率是不是2分之1 對吧 這斜率2分之1的話 所以另外一個斜率 另外這個斜率 一定是2 L 就是這條直線L 那你跟它垂直 那這是椅圓 對吧 那這條直線的斜率呢 M是等於2分之1 所以這條直線斜率M 兩條直線如果互相垂直的話 它的斜率成績怎麼互1啊 所以這應該等於 這應該是等於乎2 這應該等於乎2 對吧 M 好 那我知道它斜率是乎2 所以它的兩條 它為什麼哪寫 鐵和它相切嘛 所以它跟它相切有2分之1 你就帶公司就好 這公道 這歪一點多少 MX X 加減 更到多少 哦 要把它寫成標準4 標準4的話 還是平方 那這寫多少呢 16分之80 把它寫成標準4 這樣才行 Y平方 515 5630 更1 這是1 A 4是16 12等8 4520 這是5 這是A 這是A 那是A M平方加B 對吧 A的話是5 M平方 -2的平方 再加B B是16 是不是 對吧 所以的話這個很高 這就等於 -2X 加減 跟那 都什麼 4520 20 加16 36 所以 -2X 加減 6 這個值得計 這個公司值得計 這個公司值得計 -2X 2X 加減 6 2X 加減 6 加減 -2X 有兩條子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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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求椭圓 4分之x平方 加9分之y平方 等於1 他說在直線上的正攝影長 就是說這是個椭圓 這椭圓的話 y軸比較長 他說在某一條 這條x是10 這是5 所謂正攝影場就是說 你用一個陽太陽光照過去 他影子的長度 就是要直角 影子的長度 他問在這個攝影場 那這個攝影場的話就等於是這兩條切線的距離 那這兩條切線怎麼求 首先 這邊 這個斜率等到什麼 這個斜率 m等到什麼 這個除以這個 是負的 這是5條 除以10 負的 所以這是 所以這一條 這斜率 斜率呢就是等於2 所以這兩條直線 這兩條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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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 y就等於m2x 加減多少 跟到多少 跟到那個 am平衡 a是這個 4m平衡 加多少 加那個v v是9 所以2x 加減多少 4是16 加9 25 加減5 加減5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兩條直線 這兩條直線 2x 減y 加5 2x 減y 減5 等於 好 那兩條直線之間 兩條平衡線之間的距離 我們有公式可以帶 這距離 距離就等於 a平衡 加b平衡 2平衡 加5一的平衡 2分之c 減2 5減2 2 這是這兩條直線之間的距離 就是他的正設隱藏 所以等於 跟到5分之10 這5分之10 跟到5 5二得10 所以是2跟到5 對嗎 2跟到5 沒問題 沒問題吧 2跟到5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立體5 它說 4球通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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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而且 是 検圓s平方 加4y平方 等於180 那你把它畫成標準式 標準式就是 180分之1 180分之s平方 加多少 180除以4多少 180除以4 4是16 1520 45分之y平方 等於1 1 1 2 1 2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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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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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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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這是德季 這是蔡老師獨家的料理 一、五、五 是正乃正乃 所以M法等於 負十分之一 或者負一 協理就找出來 協理找出來的話 切切方程式就有兩條 這兩條是哪兩條 我就說代進去 y-5等於負十分之一 x-10 y-5等於負一 x-10 所以就是多少呢 交到相乘 4y-25 20 等於負x加10 所以這是 s加上4y 等於30 一個方式 對吧 再加4y等於30 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 這一個就是移過去 x加y 負5-10 等於15 對吧 要負一過 負得10加5是15 所以x加y等於15 現在有問題 沒問題吧 帶這個特徵方程的話呢 比較什麼呢 比較快 不然你們可以回去 嘗試看看 用判媒4 把這個方式帶進去 用判媒4 另判媒4等於0 我跟你講 我保證你做到 兩眼冒親信 我們一下 等於 等於 用判媒4 年人 senate 好,大家看看進階挑戰片 第一個 它說現在有一個動點 P呢,SY 到達定點 這個定點就是交點 二分之三零 然後等於P點到直線 X等於六 就是說現在有一點 這一點 這是二分之三 然後呢,到達 然後現在P有一點 P這一點的話呢,到達什麼 這距離 P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等於什麼呢 等於P點到達直線 這直線 這是六 這個距離 這一半 也就是說 這是1比2 等於 也就是說 這一個 D 這是F P呢 F 比上D PL L這個就是準線 這等二分之一 不一樣 這就是離心率 沒問題 好,那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是交點 沒問題吧 因為我們之前有正能過 或者是你直接算也可以 有一個辦法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知道這個定義了 已經知道這個定義以後 你就知道這是A分之C 那現在C的話 C現在是等於2分之3 所有人都知道 這A等於多少 A的話呢 就等於2分之3 乘以2 A的話就等於3 有問題 好,那原點的話 再0,0點 對吧 那A的話再3 A的話是30 0,0點 那這樣的話呢 B等多少 B的話是等於 更好A平方呢 減掉C平方 是不是 A平方的話就是 3平方 減掉C平方 2分之3的平方 這樣可以多少 嗯 這有一個3可以說出來 有一個3可以說出來 變成1減掉4分之1 這4分之3 所以這2分之3 更到3 再起B 所以它的那個 妥一方的四 這應該在這裡 這妥一方的四 就等於多少呢 就是A平方 3的平方 或是A平方 再加上B平方 B方是這個平方 這等於4分之9 下27 Y平方等於1 是這樣子 所以這等於 9分之A平方 加27分之4 Y平方等於1 那這個的話呢 是你什麼 是你已經知道這個定義了以後 這樣做會比較快 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定義的時候 你做什麼呢 你就會直接做了 直接怎麼做 就說這樣子 這是根 好不好 根 x 減掉2分之3的平方 再這樣的話 加上Y的平方 比上 比上這一點 到達這裡 就是6-x 這x 這x 這距離 是6-x 這就是6-x 然後把它移過去 是2分之1 所以你就知道 兩倍的x-2分之3 平方 加3y平方 比上多少呢 等於6-x平方 2分之3 就是7-x 然後你放兩邊平方 兩邊平方 以後經過整理 整理完以後 就是這個答案 那是你不曉得這個定義的時候 你不曉得這個定義的時候 你要經過一番整理 整理要得到這個 如果你知道這個定義的話 就直接帶就可以了 讓你還摺 對 你好你好 這樣子 上兩個小時,問題的話,學會怎麼算 對啊,我一次上三個小時 你就禮拜一的那個,先來上上看 哦,你要補考是嗎 哦,這樣喔 啊,這樣的話 那就是為了補考 那既然這樣的話,我的話 也就是按照一千五給你收好了啦 對啊 啊,不然的話,只有你一個人,我也給你收一千五 那這樣說 啊,啊,啊,你 啊,啊,但是明天早上我有課 明天早上我有課 對啊,不然的話,你就明天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的話,我還是給你上三個小時 啊,就上四次的話,算一個月這樣子 對啊,啊,你的話 你禮拜一的話,還是來上 啊,你禮拜一的話,就跟他一起上 對啊,往後教啊 啊,萬月最後的話,你如果現在給我上 啊,後面的話到時候的話,你又讓我叫我給你一個人上 對不對 對啊,那你是為了要補考,所以我這一個月都要 變成是兩種課 一種是說上以前的,是為了補考的 一種的話就是跟他們一起上的,就是算以後的 對啊,不然以後你告訴的情,你這又沒聽到 那以後的話,你又要我給你一個人上 那我這樣的話 寒假的話應該是禮拜一早上上 額外的這個我就 額外的這個我就上市是拿一千五 這個我就不發收費單 禮拜一的那個我就發收費單 就像這樣 不一樣啦 等於是兩門課啦 對對對 對啦 對啊 啊不然我會收了 我 平常在那邊的那個母親 沒有你就要一點來收賣 一點收到四點 嗯 我做家教的時候 他對他 我一點前都收五百塊 對啊 啊你這個要補考的話 我就是說 對啊 就是幫你把 幫你給他補起來 對啊 你就看你那個 你那個之前考了哪些題目 就拿來我就一體一體做給你看 對啊 就幫你複習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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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習要考的啦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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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下午一點 對 啊我 我的話 我從頭給你講 從頭給他上 好 好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嘿好好 好 嘿好好 好好 嘿好好 嘿好好 好 笑一點 笑一點 嘿 沒有啊 明天的話就是禮拜三 啊 禮拜三是下午 啊 啊禮拜 啊 啊四五六 四五的話是早上 啊禮拜六 早上我也有課 嘿 嘿 四五早上 啊禮拜六的話下午上也可以 嘿啊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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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嘿好 嘿好 好再見 再見 被盪拆好 嘿 好 沒有問題了吧 讓我今天上這邊 好 讓會你們一點點時間 不好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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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